尼巴嫩国会附近一带夜晚烟雾尼曼 一场首都港口货仓大爆炸再次激起民粉 警方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示威者 星期四下午已经有民众到前托管国法国大使馆内聚集 要求法国和欧洲协助当地人 瓦解所谓政府精英阶层 先后有国会议员和珠外大使辞职 指国家是时候更换领导层 示威期间救援工作持续 联合国救援队伍加入 但相信再发现生产者机会不大 大爆炸调查由军方法官负责 暂时已经审问了港口和海关当局一共18人 16个港口职员被扣留 据报包括港口经理 他们的银行户口被冻结 调查指向港口人员 但有海关主管向传媒透露 政府最高层对港口仓库 摆了危险工业用料一早知情 指国家安全部门去年曾经派入调查 让城爆炸的烧酸安全货 也以报告形式 警告内阁和国家检察官批发学品有危机 到访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说 除非黎巴嫩政府真正改革 否则不会批出经济援助 他也促请国际加入调查事件 有线电视记者 吴景仪报道 也许多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